七十二根魔神柱 每一根都有一名真正的恶魔守护 他们称自己为七十二主魔神 按照实力排名 他们带领着感染之后的魔族大军 向我们人类发起了毁灭式的攻击 从七十二根魔神柱降临的那一天起 我们人类也随之进入黑暗年代 直到现在 六千年的相互轻扎 人类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毁灭了 尽管我们在辉煌年代 积蓄了巨大的财富和力量 但面对强势的魔族 却依旧一直处于下风 甚至险些被真正的毁灭 直到我们人类强者 自行组织的六大圣殿 在三千年前出现 才算勉强稳定住阵脚 阻挡住魔族前进的脚步 但是我们圣殿联盟在大陆上 也只是占据了不到四分之一的面积而已 所以今天我要教导你的第一课 就是让你牢记魔族带给我们的痛苦与耻辱 身为一名骑士 我们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守护我们的亲人 守护人类 这些每天都让你们背诵的话语并非虚枉 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才能保护我们必须守护的人们 魔族 已经杀死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 让我们同胞的鲜血染红大力 三千年来 我们六大圣殿从未敢有半分懈怠 为了人类的繁衍与传承 为了有一天能够夺回我们失去的一切 将那些残忍恶毒的魔族赶走 付出一切努力 直到最后一滴生命的燃尽 龙浩尘 你要牢记 魔族是我们有着血海深仇的仇敌 行语的声音充满了感染力 哪怕是只有酒醉的龙浩尘 都因为他的话语 而有些热血沸腾了 魔族 是我们有着血海深仇的仇敌 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都是为了将他们赶出我们的家园 夺回我们失去的一切 守护我们的亲人 试问 如果有一天 我们没能挡住魔族入侵的脚步 当他们来到奥丁镇 会发生什么 你的朋友们 还有你的妈妈 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灾难 龙浩尘 几零零地打了个冷战 眼底的执着 变得越发强盛了 看着他的样子 形于眼中 流露出了几分满意的神色 他自然看得出来 眼前的这个小家伙 已将自己所说的牢牢地记在心中了 今天要教你的历史知识就这么多 明天开始 我给你讲述六大圣殿的起源 接下来 我教你我们人类的文字 以及一些和魔族相关的知识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 龙浩尘都沉浸在 形于所讲述的各种故事之中 这和以前的巴尔扎总教官相比 这位新的老师 带给他太多不同的东西了 各种引经据点 简单直接的讲述 仿佛无穷无尽的知识面 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龙浩尘就已经觉着 自己大脑中丰富了许多的知识 这让龙浩尘 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位星宇老师 明天早上 我会考你今天所教的一切 好了 我们吃饭 饭后 你可以休息半个时辰 说着 星宇就像是变魔术一般 各种食物在几秒钟的时间内 都摆在了桌子上 略带着除热的能量 从星宇手中涌起 在龙浩尘那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那些食物顿时就散发出 腾腾的热气和浓香 一大盆晶莹剔透 磕磕饱满的白米饭 两荤两酥 四个分量很大的菜肴 还有一盆 令龙浩尘瞬间就吞口水的香浓鸡汤 因为家中的结局 从小到大 他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的食物 眼下也只是看着 龙浩尘的眼睛都有些直了 星宇看到眼睛有些发直的龙浩尘 赶紧的取出了两双碗筷 吃吧 吃完了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没成像 龙浩尘突然是快速的站起身子 来到星宇面前 哭通一声 就过意倒在了地上 你干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南尔西下有黄金 岂能轻易给人下跪 老师 我 我 你什么你 一点小恩小会 你就要给人跪下 难道我教的是一个磕头虫吗 老师 我是想说 能不能我每天少吃点 然后每周回家的时候 给妈妈带一点 妈妈也从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星宇猛的一呆 原本的怒气 顷刻之间 荡然无存 整个人显得有些呆滞了 甚至是给人一种强硬的感觉 龙浩尘因为低着头 他并没有看到 此时自己 这位神秘的新老师 嘴唇竟然是在微微的颤抖着 那双眼中 也多了一些惊弱的东西 欢缓缓站起身子 星宇推开门走出去 但他的声音却传了回来 起来吃饭 我答应你 只要你跟随我努力修炼 能够达到我的要求 以后 每天我会让人送一份饭菜 给你母亲 谢谢老师 龙浩尘 大喜过望 跪着转过身子 朝着门外的方向 砰砰地磕了几个响头 这才是站起身子 想着那诱人的饭菜 开动起来 此刻的星宇 站在门外 他仰头望天 似乎是在 努力地 引致着什么 用只有他自己 才能听到的声音 第一声的难难者 谦卑 诚实 怜悯 英勇 公正 牺牲 荣誉 执着 仁爱 正义 他还缺少什么呢 真的是天生的起事吗 等他再一次 回到木屋的时候 小浩尘 已经是吃完了午饭 但是 每一样饭菜 都留下了 未冻过的一般 还盛好了 一碗饭 放在星宇那边 见他回来了 是赶紧起身 恭敬地看着他 隔壁的房间是你的 去休息一会儿 到时间 我会叫你 是 下午 下午一直到晚上 都将是你的修炼时间 这个给你 星宇将一对碧绿色的竹剑 递给了龙好尘 这对竹剑 比原本龙好尘所用的木剑 轻了许多 一手一柄 虽说轻若无武 但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剑针 星宇拉着他的手臂 再一次腾身而起 朝着山峰下飞跃而去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便带着龙好尘 来到了半山腰的位置 星宇指了指 前方的一块大石头 这是一个天然消逸的巢穴 里面有成千上万的消逸 这种昆虫 虽然还算不上是魔兽 但却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尤其是对于入侵者 记住 用你的除剑 保护自己 只是简单的交代一句 还没等龙好尘明白怎么回事呢 星宇便一脚踢开前方大石 在龙好尘的惊呼声中 将他送到了大石下漆黑的洞穴 一股柔和的力量 拖着龙好尘的身体向下坠落 一直下坠了五米左右 这才是脚踏实地 头顶上的大石 已经重新归位了 此刻周围是神手不见无知 只是在大石盖上浅 他隐约地看到周围大约有十平米左右的空间 也就在这个时候嗡的一声 龙好尘只觉着周围似乎是多了无数密密麻麻的东西 从四面八方朝自己飞来 这一刻他才明白 星宇老师是什么意思了 下意识地会无起手中的一双主舰 可是他在奥丁紫殿中学到的也只是一些最基础的砍 批刺等技巧 面对那不知道有多少数量的疯狂消逸 几乎是一瞬间 他的身体便有多处被叮咬 剧烈的痛感从全身各处传来 令小浩尘顿时惨叫出声 手中的竹箭也顿时变得散乱了 这是你的修炼方法之一 也是对你最初的考核 如果连这一关你都顶不住 你明天就会下山了 星宇的声音传入了龙好尘耳中 令他惊慌失措的情绪略微稳定了几分 但他身上传来的疼痛感却是更加剧烈了 他身上的衣服根本就挡不住消逸的叮咬 手中如箭哪怕只是散乱的挥动 也能清楚地感觉到击中了大量的物体 我能顶住 龙好尘大喊一声 这一刻他想到了妈妈 想到了星宇今天对他所说的话 勇气顿时冲破了恐惧的束缚 拼命地挥动着手中的如箭 驱赶着不断攻击自己的效益 现在的你虽然看不见 但失去的只是视觉 你却还有听觉嗅觉触觉感觉甚至是畏惧 用你一切能帮助你自己的能力 去感受周围的一切 星宇的声音再一次传来 但是他只是交代了几句简单的运件技巧 随后声音便消失了 只有九岁的龙好尘 眼下要独自面对着漆黑的东西 还有那疯狂的消逸 以及无视无可传来的剧烈痛感 因为剧痛 他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慢了下来 可是他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妈妈 他心中就会涌现出新的勇气 龙好尘咬紧牙关 一次又一次地挥出手中的主箭 星宇就站在洞穴之外 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脸上的神色数次动容 不止一次抬起手 想要推开面前的巨石 但还是忍住了 如果换了任何一个奥丁子殿的孩子 恐怕在进入那洞穴不久后 就会被下晕绑 但是龙好尘却还是一直清醒着 一直努力地与萧乙拼搏着 萧乙是没有毒的 但却很容易给人带来剧烈的痛苦 他们那寸许长的身体不但极为坚硬 而且还有着强悍的攻击力 星宇的眼神不断地变换着 他采取训练龙好尘的方法极为极端 但是他却很清楚这种极端方式所带来的好处 只要龙好尘能够支撑得住 那么他那溢于常人的精神力 便会以最快的速度被开发出来 而且连带着还有众多其他好处 这前提就是他的心智不能崩溃 半个时辰 整整半个时辰啊 对于龙好尘来说 却像是度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当他全身因为疼痛而麻木 再也挥不动手中的竹剑时 身子一软显入了昏迷之中 也就在这一刻 洞顶石头开启一股庞大的力量将他身体吸尘而上 无数消耳被一股神奇的力量镇压在洞穴内无法飞出 哪怕是这一切都是星雨所安排 但是当他看到此刻的龙好尘时 也依旧是倒抽一口凉气 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不忍之色 此时的龙好尘 全身衣服都已经破损得不像样子了 整个人几乎肿胀一圈 原本漂亮的小脸蛋已经看不出来了 连那一对竹剑之上 都是有着众多被消耳叮咬的痕迹 星雨飞快地在龙好尘嘴里塞入了一枚丹药 光影一闪 比来时不知道快了多少倍的速度 让他带着龙好尘几乎是下一刻便回到木屋 木屋一共有三间 除了他们试图两人各自居住的一间外 还有一间是龙好尘先前没去过的 而此时星雨就是带他走进了这间木屋中 一进到里边 一股极为浓郁的热气便扑面而来 在这间木屋的地面上 有一个在石头上挖出的池子 准确地说 应该是先有池子 然后又在上面修建了这间木屋才对 池水是近乎满溢的 里边的池水呈现为褐色 漂浮着众多药物 星雨飞快地脱掉了龙好尘身上那破损的衣物 将他的身体小心送入那热气腾腾的池水之中 让他只有口鼻露在池水之外 这里是一处温泉 星雨在泉眼处挖的这个池子 已经昏迷的龙好尘并不知道 在这池水中浸泡着的这些药材 就算是一万瓶培原液也比不上他们的价值 晚个时辰后 当星雨看到龙好尘身上的肿胀渐消失后 这才是走出了木屋 阳光渐渐地被夜色遮挡 不知不觉中黄昏一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